你糙米怎麽樣? 比較有臉 那算是奇怪的現象嗎? 哪裡奇怪? 非常奇怪 哪裡奇怪? 原本是白米的東西 不然是發現裡面複雜的時候 就沒有複雜 那只是你觀察不夠透徹而已啊 那跟奇怪沒有什麽關係 你觀察到什麽現象 我在講的現象是說你在整個製作過程 譬如你在切水果都你觀察到什麽 你在夾... 像我的時候觀察到什麽? 你在夾... 你在丟一下那個火地板那個... 打爛爛的時候 你觀察到什麽? 倒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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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之後 敲一下 他也可以再放進去 OK 他觀察一個現象是說 他以為已經裝滿了對不對 但敲一敲之後 他鬆了 他往下再疊了 那邊是緊的 就是他的架構 會往裡面再緊一點 他從那邊空出來可以再裝更多的布 這是什麽現象 什麽這麽現象 這麽是... 地製 地製 我用石頭去堆疊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只是這樣堆疊 他都會垮 所以他必須震一震 把石頭密死一點 石頭密死之後呢 他就不容易跌倒 因為他結合比較強 所以這是一般來講 以前在做建築是有這樣做的 你弄完了一通 你必須再倒實一點 讓他裡面的空間少一點 密死一點 還有什麽現象 撕掉之後他又往下掉了一點 撕掉之後又往下掉一點 撕掉 就是... 他已經生水 水出來之後 他會往下... 在... 因為本來是... 沒有水的時候 他算往下掉一點點 可是他掉了很有限 可是我加水之後 他又會往下掉一點 這個現象 其實成果上 在做那個啞鈴的時候 就觀察過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他本來是裝滿沙子的喔 然後敲一敲之後 沙子往下沉對不對 他又裝更多沙子 然後... 當他開始加水之後 然後... 整個沙就陷下去 結果... 空不更多負面 嗯... 他加水應該會膨脹 他會變得過嗎 米飯加... 小白膨脹什麼意思 加水就是... 他突然說米飯 他會... 然後... 嗯... 膨脹水會滿出來嗎 是這個意思 他應該會... 他幾乎到變大 他不會啊 他不會變大 米飯加水... 他會膨脹 他可以膨脹到什麼程度 我們在這個地方 他會膨脹到... 他膨脹到... 他是吸水嘛 他只把外面水轉換進來 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 譬如我今天... 我今天舉個例好了 假設我現在用一個鍋子 好... 我裝了... 米米 我把水到這邊 在米飯中會倒到水面嗎 不會啊 對 你看這個... 從來的時候 米飯要變得更多 他就會掉下去 然後... 我沒聽懂 我沒聽懂的意思 就是... 他看起來會變得更多 那他為什麼會變得更沉 變得更沉 他會變得更沉 不... 因為你沒看到那個狀況 他本來的罐子是這樣子 好... 我現在裝了米對不對 米本身因為有黏性 所以那可能上面 你看卡圖的 中間就有很多空間了 所以一開始敲一敲 他只把空間敲散了 那開始漲水的時候 但是他變成有水的時候 米跟米之間有水的時候 他為什麼可以整個掉往下掉一點 我覺得也是論文 這東西是猜測喔 我們大家都在猜 這沒有一個結論 沒有說真的有什麼結果 我會猜 我會猜是論文 那你們別的答案 變重 變重 其實有變重嗎 可是變重合不合道 你們想看變重合不合道 我們不是有學過一個東西叫做 物質不滅定律嗎 有啊 你的變重是為什麼要變重 它怎麼變重 水沒有增加 水是本來在裡面而已 我們看到水是 只是從他體內的水變到外面來 自化出來而已 它水變不是我們家進去 這罐子已經密封了 罐子密封之後 它的米敗開始漲出水了 為什麼漲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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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酵 應該還沒那麼快發酵 可是為什麼漲出水 另外一罐就沒有漲出水 是糖的關係 也不是糖融化 來 董先生解釋一下 它要讓濃度裡面跟外面都一樣 所以它就要去發酵 排出去 只要吸食 那我理解 懂意思嗎 就是 當外面有糖的時候呢 濃度低的會低到濃度高 對啊 這叫做滲透嘛 對不對 你在糖加進去的 米飯裡面的是低濃度 米飯外面是高濃度 所以低濃度的水就滲出來 就滲透 就是釀造 醃漬都這樣做的 我們會把水果加上去鹽巴 沒多久就會濕濕的 水就跑出來 為什麼 也是一樣 外面是高濃厚 原來叫濃濃度 水就滲透出來 就叫滲透 好 那水滲透出來 如果外面有水了 米會不會變動 米會變輕對不對 水不出來 所以你剛剛的說法是不合到 所以我們在學科學很簡單 我們都在猜 剛剛鼎原跟我都猜說 因為它潤滑 所以它不要那麼沈下去 好 就是猜 照我們猜說它變重了 可是我們可以靠邏輯來去推称 哪個比較合理 變重合不合理 不合理 因為它沒有變動 它是變性啊 水跑出來了嘛 它並沒有增加水分啊 並不是說這顆水 我增加了水分 增加了變動 我沈下去 不是喔 所以我覺得比較合理是 因為有水分有潤滑的效果 那這跟剛剛我講的沙子啊 成為它說那雅魚 裝沙子之後 加了水整個會沈下去 我覺得是合理的 它整個會比較容易 跑沈下去 那個沙子要滑進去 是比較容易 所以是潤滑的效果 那我們來觀察到什麼 好嗎 有光沈後面的 我幹嘛幹嘛我會不會換 對啊 下次會記得來觀察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在學習的東西 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能會心裡面想到 好像我很多事情要做 實際上每個都很多事情要做 可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是 就是我在當下 什麼東西比較容易獲得 或是這個東西是我以後很不容易獲得的 我應該趕快就投入一下 譬如說假設啦 我現在可能 可能就像剛剛跑了 就很多同學可能 然後我覺得 英文作業沒有寫完 所以老爸給他驗售英文 好那我可能就會利用 上課時間 因為上中文課再偷看英文 然後你覺得你有把英文準備好 可是讓你損失了很多 中文就損失了 中文不要 就沒有上到 等到上到英文的時候 等到上到自然的時候 剛剛中文課都沒來聽 討話看書 看看中文課到底叫什麼 結果自然可以沒上到 對 自然可以沒上到 等到上社會的時候 剛剛修律出自然座位要趕快寫 我們先寫自然座位好了 然後就社會可以沒上到 然後就一整天浪費掉 就是效率被差的 所以我那天有跟 有幾個同學講的 在寫作業的時候 假設你前面已經空掉了 先不要管他寫 先管 我這禮拜講的 管 上禮拜講的 我上禮拜講的 趕快利用時間 把作業寫完 然後有空是要我先補 不要這個時候去補 三個禮拜前 四個禮拜前 五個禮拜前的作業 然後這個禮拜作業 等下一次要寫的又忘記了 因為按讚的數據排的話 這個禮拜的作業 可能排到六五禮拜 你六禮拜後 都記得今天講過什麼 又忘記了 所以麻煩在你記憶最清楚的時候 你把今天作業趕快乾起來 那最好的方式 是都不要脫作業 今天講了什麼 我會去幫他脫作業 我已經在讀研究所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一天上三個小時的課 同一課啦 怎麼樣 研究所的時候 一個禮拜 一天上三個小時 我們上五天 可能三個小時的作業 基本上都是要花另外一個整天的錢 才寫完 甚至寫完 要花兩個整天才寫完 我會個禮拜五天的課 我們的作業是 今天講完 你下禮拜跟他交 你下禮拜沒有交 可能你就 不是上不掉 你就沒有時間寫啊 你每天都有作業 每個禮拜都有作業 今天給你一份作業 這份作業寫兩天 我都正常來寫兩天 下禮拜還有一個 一份作業寫兩天 我有五天的課 每天每個作業都要寫兩天 也就我一個禮拜的課 正常要花十天來寫完作業 真的是 對 所以我每個禮拜只睡三個小時左右 我每個在寫作業 然後跟我同學研究討論 然後寫作業 趕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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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只要不寫完 我下禮拜就會 就會累積更多的作業 好可怕的 很可怕 那時候就是這樣 你要你為了 你為了讀書 為了把研究所讀完 你就必須這樣做 沒關係 我做完每天值得 三個小時的事情 你做過完就不敢睡 就這麼簡單 你做完你睡完就值得 做完就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睡覺嗎 好可憐喔 對啊 就這樣 我們那天在講 那去登山 不是 這次上登山 走了二十一個小時 我們那天就 我在跟誰跑天 就講 好像我沒有 帶學生登山 最久最久走十一 十一小時 一天跟他們說 走十一小時 哎呀呀呀呀 聊到說 奇怪 你們今天 好像也有 雖然也蠻多多多天 以後工作都會常用 我也是去工作 我去公共工作 那一天工作不成 所以到下班的時候 我還沒完成 我就跟我說 大家同時 幫忙忙一下 趕快把這弄完 因為隔天要夜的時候 今天一定要做完 我說等做完之後 請你吃宵夜 就做過 就有通過 吃宵夜 我看到吃早餐 我說不會那麼慘吧 真的是吃早餐 因為沒辦法吃午餐 我們一天 八點要夜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 跟趕快吃午餐 那就夜的時候不合格了 我們就在那晚 那邊去拼拼再坐 在機場上 整個機場都沒有人 我們就要兩部車吧 不論你有沒有幹 晚上工作 我們在坐 在坐那個群和蛋 對 在飛機當中 不是在飛機當中 空炸燈 我們那樣子做也做多久 你看 做二十四小時 我們從八點才工作 工作到隔天早上 才八點 那你是用烏曲鈕 而是發出很大的聲音 用噪音 用爆炸聲 可以充電炮 但是我們充電炮 是很大顆的充電炮 我們一個充電炮 大概這麼大顆 看起來朋友這麼大顆 但是我們聲音比那個大顆 我們聲音是 我們聲音是 130分輩左右 大概兩車距離是 兩車距離是 我印象中是 12公尺還是 20公尺 兩車距離 130分輩 130分輩有多少 130分輩有多少 130分輩 130分輩就是 什麼 大概就是 我要怎麼摸你 我現在沒有什麼 你口一下 口不出來了 130分輩 你在我這邊 我這樣口 你可能可以看到120分輩 那我們那個聲音是 12公尺 怎麼會要聽到120分輩 這個我很脫 你要這樣才能看 120分輩 不要 不要 很大聲很大 我們測試的時候 都有個距離 我們測試 有這麼大的聲音 但是我們還要求 是你的破片 不可以小於0.3公克 不可以大於0.3公克 不可以大於0.3公克 可以嗎 那個蛋殼爆炸完 會有破片嗎 你的破片不可以大於0.3公克 每片都不可以超過 對 每片都不可以超過 所以這很困難 我們以前這樣棒 就兩塊 他兩塊 我就炒一炒就抽起來了 你在機場上根本就找不到 你打到人 你找不到 但是你 打到人 打到人 基本上 不是怕打到人 因為你只要有段距離 你被打到不會那麼痛 因為他很輕嘛 因為他很輕嘛 因為他剛剛都很小 但是我們在一下 鹽毛的時候 男子男家說 你不可能做出那麼大的破片 手榴彈 你知道手榴彈 我已經丟了手榴彈 裡面一個一個的 手榴彈不是一個一個的 我們丟 他就是不要一個一個破 他不會喔 他破的時候也經常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手榴彈對不對 後面一個一個的 我們運行不是一個一個破嗎 對 他經常破的是這樣子 可能是 就這樣 可能破的五塊六塊這樣子 他不會真的一個一個破 不會喔 那這樣我們就只是整個 就是整個 但是 他還是會按照 盡量去按照裂痕破 但是不會完全 每一顆每一顆肉蛋破出來 不會 對現在還真的 有肉蛋可以脫到 每一顆破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台灣記錄太長 不是不是不是 而是這種做法 本來就沒有辦法 現在你剛剛講 都可以做到 完全破掉 我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內層 內層裝啥樣 外層裝鋼珠 噢 鋼珠就絕對是一顆一個破的 這沒有問題喔 我們沒有做過啊 我們工廠也有做過啊 這種鋼 我們這間的鋼珠 一個手榴彈的鋼珠大概有 占一千顆鋼珠 這鋼珠很小嗎 鋼珠很小 因為是殺人的 大概多少 那麼小 那麼小 大概是 大概是三個米里 三個米里的 因為他很小喔 剛剛不是很小 所以他殺人的鋼珠真的很小 他殺人的鋼珠大概是15公尺左右 15公尺 就是這個 當那個鋼珠抱他的話 15公尺內很容易被擋到 因為他一千顆鋼珠 所以我只要抱著這個小棉被 他抱住 一根抱住也不一定抱住 你一定有事情啊 一定有事情 一個棉被你可以擋得住喔 你一定有肚子去給他照顧 那我曾經做過一個是 戰車用的 更大一點 戰車用 這個戰車用的人員殺傷蛋 戰車旁邊裝了幾個蛋 因為戰車 好像戰車大部分跑得很快對不對 可是戰車只要跑到整個蛋裡面 我跑得很慢啊 你快慢跟誰比啊 那這樣是慢啊 但戰場上有車在跑嗎 漢馬 戰場上會跟誰比 跟人比 我跟坦克車比嘛 我坦克車比 我坦克車比 坦克車快就快 那這樣 那這樣 我坦克車 那這樣 坦克車這樣 跑得比 坦克車慢一點 但坦克車的好 坦克車基本上 所有的地形都可以走 坦克車會卡住 他馬上會卡住啊 我這只 抖 如果這麼抖 他馬上再卡不上去吧 坦克跑上去啊 會滑下來 坦克領彈它有那個啊 它可以卡住啊 它不會上去的時候到一個高度 然後就放 有可能啊 這樣把它放回去啊 但是坦克路跑太快了 跑到一群敵人的陣營當中 這坦克這大就很大 我認了一個人教他 我電筒拿手榴彈丟他領彈 他就放就卡住了 然後在人群呢 只要他在座房就知道 什麼意思 他會說坦克在人群中間 然後有人拿火箭從這個坦克後 那他旁邊的人不停嗎 不會啊 怎麼會 他在人群單中耶 我講的人群不是一想 我這邊有八個人空間八個人耶 那人群指的是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間隔 可能是五十公尺啊 我五十公尺 我人這麼多 我坦克打到什麼 八個人 四面刀 打不到啊 打不到啊 你坦克的那個羊腳有限 泡羊腳有限 你不見得不容易打 你幫你移動 啊 那邊打我啦 沒有 就讓他追著你跑啊 那你追你也不容易轉彎啊 那你追你也不容易轉彎啊 讓那個泡管追著你跑 只在你旁邊打 對啊 他不見得打到人啊 可是我旁邊腳只有八個人 我有人用手榴彈 有人用火箭筒 就戰車的鋁帶打一打 這戰車就不會動啊 那他們就去帶財 帶財高漾 這時候我不能不理他 放著他就裡面就餓死了 他趕出來嘛 對啊 過了已經死了 對不對 啊 所以 坦克在這時候怎麼辦 把他拋彈腿 然後他屁股 然後往後走 就不可能 所以一般戰車他在使用的時候 一常伴階步兵 什麼叫伴階步兵 就是有人陪著坦克走 那你講 人 戰車本來可以跑得很快 可是因為有人的關係 他會變得不能跑太快 因為他跑太快 沒有人 沒有人就沒有人保護他啊 沒有人保護坦克你知道嗎 所以坦克需要保護 那假在這個時候 他需要誰保護 有沒有人保護他 沒有 沒有 那水上去需要這種彈 這種彈就是在戰車周圍 他一次可以打出 6顆或12顆 每一顆的距離大概是100公尺左右 彈完了之後 可能周圍20公尺的人都會死掉 所以打進去呢 男客他就可以 周圍一次可以打6顆或12顆 他不知道後面 看你的砲 早上來黏 他會往前打 對 他的彈盒是120度 對 他的彈盒是120度 所以假設他被負兵包圍了 他就打這種彈 被負兵 被很多兵包圍的時候 他就跟他打 冰擊 就是用這種彈盒 他已經直接滅掉 他不是只會泡在外圍 然後咧 那裡面的人就沒事了 他就在那裡 對啊 對啊 我不是說大家在坦克裡面 我不是說大家在那個 就是 想說他這樣放沒有跑 站在這邊 對 我也可以打到 對啦 你如果跑到這麼近 他不會被打到 但是我當然不會在 跑到這麼近的時候打 我坦克接近人群 就可以打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那時候做為什麼 我們這裡面有三千顆 三千顆鋼珠 每一顆鋼珠 每一顆鋼珠 大概是五個mm 那為什麼啊 就比剛剛的位置大 比較多 比較多位置大 把它轉過來的話 就把它轉過來 轉到屁股後面 然後去打屁股後面 那樣 剛剛就才會走 為什麼 我不知道我玩遊戲都這樣 我還覺得坦克才要加速 就把坦克轉到後面 往後面開跑 然後就往前跑 但是說後座力 應該不會有人這樣做吧 這個坦克 你製作的頭蜜像這邊 你的友群在哪裡 哦 我知道 那這個怎麼會有人做這種事情 你在遊戲上可以這樣做 真實是你這樣做 你不是當好就被 好啦 ok 這幾萬塊 好 我們剛剛 在討論 討論剛做大廠 沒有 討論到 那個去鳥蛋 那在討論是什麼 剛做的大廠 剛做的大廠 破片 破片 好 然後後面怎麼做 後面也沒有 我沒有做過特裝 也沒有用 就跟手用來一樣 那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 我們就把材質做一個特殊的材質 去買一個特殊材料 然後它爆出來就是那麼的均勻 是哦 因為我有沒有做 我都先把工程裡面 但是你在這過程當中 因為我記得前兩天 有個同學在做 最近在做一些實驗 噢好煩喔 看這做起來好累喔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光做這個改進 前前後後我們改幾次知道嗎 不知道 猜猜看 我們大概改了將近三百次 我說光是蛋喔 還沒系統 系統還改更多 光是這個蛋 大概改了三百次 那小雲 你們為什麼這一開始 就先把 先把鋪片弄出來 然後再給它黏起來 就可以了 那你要幫我先做 不大哥這樣就可以輕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蛋啊 只要沒有強度 你用黏的嘛 它本身很容易爆掉 那聲音就沒有聲音 它就啵 還不是啵 我們叫啵 我們叫啵 它上很多 它上很多 好了 我們上次講有機化物 有機化群 有同學一直問我說 什麼叫有機 他一直搞不清楚 那個有機好像說一定是 有機食品的才叫有機 那我們重新再思考一下 這個有什麼是複習啊 什麼是有機 有機是什麼 有機化物怎麼來的 有機化學的細胞 有機化學原格來講 就是在研究有機化物的科學 那一開始我們人類在 以前沒有辦法做有機化物 那有機化物必須用什麼樣的方式產生 人類或者其他東西 人類不行 不能合成 我講合成 它不是可以用尿嗎 對 你必須透過生命體 去合成有機化物 我們除了生命體之外 比如想 狗啦 小雞啦 小貓啦 樹啦 動植物 這種生命 或者是細菌 細菌也算 細菌也算 細菌可以產生有機化物嗎 這樣細菌可以嗎 細菌當然可以 細菌當然可以 細菌當然可以產生有機化物 細菌可以產生糖類 你認了我們身體的細胞 我就是一個 我就是一個 減肥的 你穿紅色菌 它是紅色菌 什麼 你可以這樣 你的紅血球 算不上一個細菌 不是 算不上一個細胞 是一個細胞 是一個獨立細胞 你紅血球是一個獨立細胞 紅血球是一個獨立細胞 紅血球會跟你生命體 15秒吧 沒有啊 不可以留在你的細胞裡面 留去 當然跟你身體黏在一起 白血球 你跟你身體黏在一起 有嗎 當然沒有啊 所以你某種程度可以說 它是有共生的結構 它跟你身體的所有的細胞 共生的結構 多分子 高分子 多分子細胞 多細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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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細胞的一個共生體 這樣子 它必須透過一個共生的方式 來生活 它沒辦法獨立生活 一般紅血球拿出來 放在培養你當中 你不斷的普通養分 它可能可以活一陣子 就這樣 它無碳能夠獨立生活 譬如我想獨立什麼 這個紅血球會不會複製 活化 好 紅血球怎麼產生呢 那這樣 體內這麼大 體內的哪有眼睛嗎 體內這麼大 體內的哪有眼睛嗎 好像是什麼膽 還是什麼東西 紅血球都能產生的 心中紅血球喔 對 從 天生的 天生的 天生粒子啊 天生的 紅血球都能產生的 不知道 我耶 不是心中 不是心中 不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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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只是顧慎 心中只是胖 脂肪 脂肪 炒酸 脂肪 那個血 我們知道 這樣 好 你看我們的血液細胞 都從骨血產生 也有骨血 在骨血管 骨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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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骨血管很重要 譬如像有些人血有病 它得了那個 白血都發育不良的症狀 那白血管 它實際上是一種 我們免疫力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細胞 當你白血球 沒辦法產生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死掉 很容易改善 很容易生病 血癌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畫一個做法 就是可以換 可以換脊髓液嘛 欸等一下 對不對 我就去匹配你的血型 合的 你的骨髓是合的 我就可以捐脊髓嘛 我就把脊髓 捐給這個人 啊你不就沒有 他不會 你有那麼多 捐血 他一點點 他有一些些就夠了 不是很 不需要很多 但是 因為他抽脊髓 他必須從腰間這邊 拿一個很長的針 打進去 那個腰間裡面去抽出來 聽起來比較好 但是弄不好 就會半身不適 因為他就是打到脊髓裡面去 然後 但是這種例子很少 然後你大概會痛一個禮拜 據說會痛一個禮拜 因為就是很痠痛 他打到脊髓裡面去 他是 我們脊髓 那個脊髓 不是這樣嗎 一塊一塊的嗎 他是有中間的一塊 要從那個塔裡去抽 所以很痛 但是 但是就是可以救一個人 那個可以麻醉 當然可以麻醉 要快 不會在你醒的時候 幫你打 然後 抽出來去捐給這個人 那這個人有得到一個新的 脊髓液 脊髓液 所以他都會製造新的血 他就開始可以去 也許就有機會康復 然後他會取代掉 壞的 不行用的脊髓就壞掉 就換掉 直接給他一點點 但是他會複製啊 他為什麼不會先複製 他的沒有那麼好用啊 噢 會的 脊髓液 所以那個捐的骨髓液 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一般來講 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就是你會痛一半就對了 這樣啊 為什麼要有脊髓呢 不然為什麼 因為那邊是造血細胞 他是要抽造血細胞 那不可以用一個手 那邊沒有造 那邊造血細胞很差 一般來說它是脊髓裡面 脊髓裡面 就是脊髓的骨髓裡面 那一定要冷了嗎 動物裡面可能 目前還沒有辦法研究動物的 因為它其實這樣會有很大的排斥 如果說你的血型啊 一些免疫的匹配沒有合的話 進去 它就會馬上就會產生不良反應 就會過敏反應 會有一些抵抗反應 所以它就會造成 被捐贈的人就會死掉 因為它反而你的身體的骨髓 細胞產生了一些白癮 我會去勾禮它 因為我是血癌的人 你捐得骨髓進來 如果這個血型裡面 跟我的血型是不匹配的 它產生的白血球會攻擊我 那我救人就被攻擊 會死掉 這是問題 所以有機是從生命來的 就你拿來怎麼樣 可是在人類開始製造 因為人類的科學技術慢慢的增加 我們開始合成出尿素的時候 就安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宣稱說 我們已經有能力掌握 合成有機化物的技術 我們會合成的技術 我們目前沒有要合成的技術 所以我們現在人類能夠合成的東西太長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合成一個基帶 可以吧 不行 當然不行啊 簡單的講 我們可不可以做出一個細胞 當然不行啊 來 我們哪有辦法做出一個細胞 我們在技術裡面要做出一個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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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請你做一個細胞給我看 我不是專業裡面 專業裡面要做出一個細胞 細胞成蟲 細胞產生 細菌成蟲 細菌產生 那不知道它會讓它拖出一個超強的細胞 那你覺得從一根細胞 沒有沒有 我們到目前為止 科學家在立態都能夠做出一個活生生的細胞 都沒有辦法 OK 所以這是生命非常奧妙的地方 我們再立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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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科技 我們都已經可以上太空 我們可以 基本上可以把太空船打到外太空去了 打到太陽系以外去了 哪有空去抓到外層的 我不知道沒有 還沒發現 我們還是沒辦法做出任何一個活生生的細胞 我們可以培養出新的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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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我現在都在培養新的細胞 我現在全身上下都在培養新的細胞 你也在啊 新種可以 新的種可以 新種可以 新種可以 先種可以把基因做處理 剪接基因 基因剪接 我們可以產生新的細胞 新種的細胞可以 但是我們要 產生一個活生的細胞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去做改良 改進 基因改造育米 就是改良的嘛 我們就把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種子 它的 對 它的種子 我們現在做基因改良 把它的基因做剪接 放上一些抗菌的 抗蟲的基因進去 所以這個基因被合成之後呢 放到它的種子裡面去 爲這個種種 允許就不容易被蠢吃 那這樣會不會煩 Kü Гос� 你又不能被蠢吃嗎 如果不然這樣 behöver風一下大塊 不會被文字盯之類的 什麼 importante OK 好 這個 基本上呢 你基本上它 會受惠 改良運是你下一代 你全身這麼多基因 怎麼去換 那我想說 我們都是要跟你們試懷疑的 就是這樣搖一搖晃 進試懷疑會 所以那是下一代啊 對啊 不會是你啊 我沒有說要我是要 跟你下一代行李人這樣子 說明他喜歡比較有紋釘 說明他不喜歡啊 他不想要被紋釘 說明他不喜歡肌肉大塊嗎 他可以比較被紋釘 因為你不知道後座用是什麼 你這樣肌肉大塊有什麼後座用 呃...像大哥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他可能是這樣的記憶感 因為我們就都是要拆拆看 好拆一看 這麼多的 這是什麼 有筋印片吧 這個是那個刺客就傳的那個劍卻的 你這麼多的DNA裡面 我們說這一段 可能是負得長肌肉的 你就把這塊給換掉 換成那個長肌肉特別大顆的記憶感 然後他好像被我改造 他好像可以長得大肌肉 欸...說明這個基因還帶有別的功能嗎 比如說... 生子力 喔... 改了之後他不會生 我以為他會變哥 對不對 對...或是改了之後他是... 變哥 蛤... 蛤... 可能啊... 我會多次舉個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因為現在太多的這種東西 是我們沒辦法掌握 我們掌握了很多 可是我們是要掌握的更少 為什麼... 你本來不知道的時候 就不知道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我會不會... 可是當你知道的一些東西 你怎麼還發現我更多東西 這記憶面那麼長一條啊 你就加一根東西進去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哪一根是啊 沒有...你不用打按鈕 加進去就可以了 你怎麼知道加一根是什麼 那你加進去一根 不會被... 你加一根... 你怎麼知道哪一根是不會被... 看我怎麼就不能... 那你不知道哪一根是油車大塊 對啊... 你懂意思 所以記憶感在本身上有風險啊 我們現在只能說好像這一塊跟肌肉有關係 或許是 好 那我們就把肌肉比較大塊的 這個肌拿出來用 把它插進去 那個肌肉比較小塊 譬如... 譬如像昭東的肌肉這麼小 你把它的筋質拿出來 把它的筋給換掉 或許我們希望說昭東的下一代 就會長出一個肌肉比較大塊 對不對 可是你這個肌有那麼多的分析 可以很確定的證明說 這個肌完全跟肌肉有關嗎 那不然我們要找來一次來試試看 那... 老鼠的基因跟你沒有關係啊 對 好 對不對 你怎麼問說 這個基因是小鳥會長翅膀的基因 我們把他基因放在人身上 會長翅膀 會嗎...會嗎...會不會長... 我不知道... 這可能會很帥 目前我們應該還反對那種人體基因改造的工程 你看看過洞子已經改造了 對對對 因為把小鳥的基因如果長翅膀 這個基因確實可以改變它長出翅膀 我們就把這個基因跟豬合在一起 上面可以長出小白豬 哦...好猛喔 但是很難 我們現在的基礎還是很難 但是... 好我現在介紹一個有機化學裡面 我這邊是一個分類 這些分類看課本應該就看得懂 所以... 事實上我也不太想... 發他先介紹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有機化學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他們做一個研究說 譬如舉個例好了 我們都... 對於... 目前... 太平洋上... 很多的塑膠垃圾感到困擾 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上... 現在有一個地方... 這是... 亞洲... 這是... 美洲... 太平洋中間這邊... 現在... 因為它很羊油的關係 它有一個漩渦 它有一個漩渦 這個叫做太平洋濃湯 濃湯 這個濃湯的面積大概... 現在目前應該有大概三到四個德州大小 美國德州很大啊 美國德州大概是美國的第一大宗 這個... 目前這個太平洋濃湯大概有三四個德州 當然大啊 欸... 大概... 那大概是幾個台灣 我想看看 如果是台灣的話大概有... 台灣應該至少有... 二三四個台灣吧 喔... 那麼大啊 對對對 好... 它這個濃湯呢 是什麼製成的 垃圾 就全部都是垃圾 哇... 好像會去把它撈起來 大部分的垃圾都是塑膠 然後現在大部分的塑膠 然後現在大部分的塑膠都已經碎裂成... 維克利 好... 你把它撈起來 誰去撈啊 他就快只能另外去... 把它撈起來啊 就是機械手臂 那話都還聽 你想想看 台灣這麼大的地 你這樣就像是... 太平洋濃湯這樣... 搬走 搬走 就這樣走一遍就好 台灣 你這樣走一遍... 你這樣走一遍... 你要走多久 過來了 過來了 不知道... 目前沒有辦法處理 目前就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這垃圾是什麼牌子 呃... 恐怖 誰是母鳥 這當然是呀 海濱湯在... 喔...這個... 阿婆的球... 阿婆的球... 台南球都被飄走了 阿婆的球 有...喝...可樂... 可樂喝...可樂喝... 水喝...水喝... 喔...好漂亮... 水中瓶... 水中瓶... 飄走了 對... 或者是... 稍糕一點的是... 有些第三世界國家 都沒有錢處理垃圾 那他還去包... 人家處理垃圾的費用 裡面很多塑膠 我拿這費用... 拿這垃圾怎麼辦 這麼麻煩... 到牌裡面就好嗎 哇... 到牌裡面就好 我不知道嘛 最簡單嘛 到牌裡面就看不見了嘛 那慢慢就集中到這裡 所以這是我們... 這是簡單來講 這個是也很簡單 這只有一兩百年的貢獻 一百年的貢獻 人類一百年的貢獻 這也是貢獻出 兩到三個面積 兩到三個德州面積 大小的... 太平洋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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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麻煩 太平洋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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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把東西吸進去嗎 因為他就形成一個漩渦流 他就會慢慢在裡面 一直循環 是喔 他不會吸啊 他就只是循環 只要去循環 因為水在流通 他到裡面去 他的那個... 能量比較小 他就有幾分... 這樣會是循環不能停的話 就放一張房子在這邊 他就是循環 然後垃圾有一次的話 他就沒到畫一段來 目前... 這不是好做法 他這做法跟我... 其實我有想過 但是我翻譯已經有人在做 他就正在那邊設立一個類似像 人工道路 他就用這個人工道路 不斷收集垃圾 把垃圾收集固化 收集固化 收集固化 固化 固化就是把它本來散散的 零零散散的垃圾 拿幾桶壓死了 或是把它融結 被一塊 這樣才是說小體積嘛 你沒有說體積這麼大 你怎麼帶回來 兩三倍大的 德州面積怎麼帶回來 因為製造是超級的外面 不能是什麼 不是這是一個計畫 人家一個國家 或是一些 一些環保人士 他們找一些備用 做的事情 這個要花很多錢 這至少可能 我估計 要處理這一塊 因為目前來講這一塊 全世界都不會有人認為有責任 你認為美國 這是我責任 我國家 因為處理一千億 全世界也沒有人有責任 就大家一起弄 大家你可以叫誰 你可以叫大家一起弄 有啊 那請去叫大家一起弄 現在很多環境 環保組織也在叫大家一起弄 可是現在大家一起 動手捐錢的人也是很少 那就可以了 對對對 那你講得很簡單 就還是沒有很多人做 還要不要做 就換一下 他有的話就差一個 你上去查 這不是給我公平 好不好 現在是什麼年代啊 我公平 好了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我要講的是 這樣還是很難處理 你就派了一艘船 派一個什麼 一個人工島嶼 你還是很難處理 那就派兩個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刻意要再做另外一個努力 如果你是刻意要你想做什麼事情 研發出溫分解這個適合成細菌 非常好 我如果有辦法 找一種細菌 它可以吃塑膠 是不是很好 這個已經幾十年來 一直很多人在做研究 曾經台灣有一個 蛤 吃掉塑膠的情緒 快變成啊 他就把塑膠吃掉了 然後那細菌會擔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 他可能就跟一般的細菌一樣 只是他特別喜歡吃塑膠 那吃塑膠有什麼好處 或什麼缺點 我們唸一下 好處是什麼 就是 很多塑膠的熱汁 很多塑膠的熱汁被分解掉了 為什麼 可能人在以後用塑膠 好像這個不解 你承開一開 明明這個塑膠 剛剛講過這個是工程塑膠 很耐很耐很耐環境因素影響的 可以用二十年的 就因為這種細菌研發出來了 結果你開兩年 怎麼這邊就破了 那邊就破了 就是裂痕了 就出現了 這邊就變薄了 被細菌吃掉了 就有可能 有一個電影 我們看過沒有 他講那個 他們研發出一種細菌 會吃金屬 看過了 看過了 他那個細菌也搬得很壞 弄一點 艾菲爾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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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燃燃機的基地 燃燃機怎麼樣 他們都燃燃機 今天去找蛋頭 他蛋頭有三個 對 細節忘記 但是我記得 很清楚 我記得他們把那細菌 到處亂撒 結果那個 車子開開車就爛掉了 火車就爛掉了 鐵軌就爛掉了 反正很誇張 但是這是有人在做 細菌 細菌分別 有時候 有時候不止 手 他吃下一個東西 應該會再吃便宜 他吃便宜 會變成怎麼樣 OK 你吃的牛肉 怎麼會變牛肉 呃 對啊 他 他 沒了 沒了 怎麼沒了 好 還有你自己本身的結構 他的肉會變成你的肉嗎 所以這台燕姐就知道 如果以後塑膠是裡面塑膠 OK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下 什麼叫塑膠 什麼叫塑膠 塑膠是什麼東西 塑油 塑膠是從石油提煉出來的有機化物 塑油是有這種有機化物 塑膠也是一種有機化物 原可來講 塑膠是 那我們再往前追 好 石油怎麼來的 石油是 石油怎麼來的 鹽漿來的 鹽漿石油從鹽漿來的 鹽漿 鹽漿石油怎麼來的 鹽漿 恐龍 然後呢 鹽漿石油怎麼來的 鹽漿石油怎麼來的 好 也不見是恐龍 他產生的動物 就是產生的動物 就是產生的動物死掉了 然後被 被 這是我們推測啦 被擠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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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動物就有油脂嗎 對不對 這油就混在一起 就變了很多的回鍋油嘛 對不對 地鍋油嘛 就握在一起了 他經過高溫高壓之後 他就變質了 就變黑黑濃濃稠的 太恐怖了 那馬上地鍋油 好溫高壓 有沒有 有可能啊 所以就覺得 地鍋油拿去做生殖柴油 地鍋油是讓 可以裂解成生殖柴油 他是可以提煉的 可以變成車子 可以用油 對不對 同樣道理 今天是動物所產生的油脂 他經過高溫高壓 他經過幾千年的轉換變形之後 就很像目前所講的石油 對 石油在經過 我們要分掉 聽過蒸6沒有 想過蒸6沒有 知道 蒸6之後 主體濃度一定很高 蒸6在分離什麼 水 水什麼 水跟什麼 分離 表示分離兩個東西 分離什麼 水跟某個東西 水跟某個東西 什麼東西 有很多九個例子嗎 液體跟物質 可以大家講 我先假設這杯水裡面有一些 濃掉的物體 已經濃掉了 我經過蒸6 我可以把水 趕走 因為他的 他的沸點不一樣 水的沸點低 這個物質的沸點低 所以水會先被蒸發 被蒸發完之後 就流下那些物體 就流下來 就這樣沒發之類 或是糖之類就流下來 這叫做蒸6 蒸6不能分離 背裡不一樣 可是呢 假設我這一杯裡面 不是故裡 是有一些水 有些酒精 兩種都是液體啊 那怎麼辦 我可以用蒸6來做分離 我可以用蒸6來做分離 一樣可以 一樣可以 可以分離的乾淨嗎 不乾淨 分離的不乾淨 當我用30度C的水 30度C的溫度 給他加熱的時候 誰會往過來 測水 水 水 水跟酒精 氣體 什麼氣體 誰的氣體 酒精 酒精會多一點 酒精比水容易蒸發 酒精會比較多 水有沒有 有 水還是有 水還是有 所以看溫度 他出來只是個比例關係 好了 我現在這邊不是酒精油 你看什麼 石油 石油裡面到底什麼成分 石油裡面一定沒有土 石油裡面一定沒有土 他只有這東西化掉 石油到底什麼成分 金 金 石油裡面很多東西 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他就可以加入 溫度很低的時候 他就可以分離出一些 比較清澈透明的油脂 汽車 是什麼 汽車用的油脂 高級汽油 音級原油 汽車用的汽油 大家多大的 石油 剩下再低一點 他有一些別的 他有一些別的 這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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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叫清 清 清 油會先出來 溫度很低的時候 清油會先出來 清油已經半回一點點 比他高一點 好 看溫度增加 就高一點氣油出來 看溫度增加 去脂油出來 看溫度增加 殘油出來 看溫度增加 煤油出來 再增加 再增加 那 那個 那個 9295 清 沒有 那是在這邊 那算是清油 重油 重油像是 譬如像機車用的 那個 機油 機油 那有些機油是 無機油 不是 這是有機的 這邊是有機的 因為這邊都是石油 石油是有機的材料 有機的材料 那像有些 現在有些機油 會有5G的機油 不一樣 那現在還有什麼 蛤 好 等到這邊就蒸發到剩下了 已經不能蒸發了 這些黑黑的 就叫 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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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石油 這補油 就用了 我一直用銅 那我錄下 我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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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東西 就留在這邊 那是液體 所以還會有剩下的 你剩下 這邊沒有出來都還在這邊 不然這邊在哪裡 那釀一大棟 可以弄出一大棟 欸 一大棟 就是 還是弄出一大棟 所以它會有 一大棟 不是啊 總釀一大棟 你要想嘛 分 分六 分針料 這個過程要分六 它把它分很多 分六 針料跟分六 它並沒有種子 沒有改變啊 它只是本來是混合物 我們把它分成一部分一部分 假設這邊有這麼多的汽油 這麼多的柴油 這麼多的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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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把它分成 分出來而已 不是嗎 它不會少 它不會少一分 當然也會有一些損耗 有些可能管子沒有接 然後它跑到空氣裡面去 有可能啊 但剩下的是佛油 所以基本上所有東西 就幹嘛很一桶 對不對 理論上這樣才合理 它是不會爆 沒有手 不是貼律 它還在 對 所以這要分六 那 我現在講的是說 這是有機對不對 它的製作過程 是不是從 我們人類 現在因為石油快用完了 快用完了 快用完了 什麼缺點 就沒有 我們把這一句講完 就這樣 就沒有 沒有汽車 結果汽車就沒有地方可以用了 現在說有人 有酒精嘛 它會把引擎換掉嗎 引擎換掉嗎 引擎換掉嗎 是怎麼 換成可以用 那不一樣 電跟電 汽油跟汽油 很難換的 你可以說整個就是 換成電動車可以 但是沒有說把引擎 但是 但是我要講的是 石油對很多人來講 還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如果有辦法 產生石油的話 會更好 現在人類有沒有合成石油 可以嗎 答案是不行 人類不能合成石油 是喔 人類不能合成石油 你看 這麼簡單的事情 人類怎麼那麼爛啊 不能合成一個細胞 不能合成一個石油 不能合成一個石油 所以假設你有辦法 做出石油 你是不是就怕了 那其實假設我們是科學家 你想研究 做出石油 應該少量還是幫人家做出石油 要啊 就成為上帝 就可以隨身主義的創造生命 OK 創造生命然後咧 怎麼可以創造石油 為什麼生命可以創造石油 因為它滑掉 為什麼生命可以創造石油 因為它是生物的屍體 石油是生物的屍體 OK 簡單來講 我們剛剛在做那樣子對不對 酒 酒精是不是一種燃料 也就是你可以從一種細菌 的分解 或者它產生出燃料喔 對不對 好了 那我有沒有可能做這種細菌 它可以直接吃了木頭 長出刀集氣油 可以 如果有辦法長出這種細菌 我就就拔了 我就跟朋友去開採石油啦 如果長出花樹脂就要超可能 那樹脂要簡單 比如種一些容易長的啊 簡單它長很多 沒有 我種一些容易長的啊 有很多容易長的啊 我可以種很多 植物 畢竟比去開採石油簡單吧 我只要找到這種細菌 我就不斷地餵給它一些 簡單可以獲得的植物 我就可以製造很多汽油 這就是主法啦 這是有激化權 目前是有很多人在研究的項目 我研究怎麼從細菌去產生出 可以用的汽油 或是可以用的燃料 目前做出酒精很簡單的之前 蛤 為什麼你做出汽油 然後慢慢會去 那應該都會定常出來啊 那要經過幾千萬年 幾千年或幾萬年 差不多 好 好 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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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